韓國人他們最近同樣在追一部是 犯罪推理的劇情 整個劇圍繞在一位犯罪冊寫師 在韓國很多重案能夠破 其實靠的就是犯罪冊寫師 他們往往能夠掌握到 我們根本不會注意到的小細節 到底犯罪冊寫師要怎麼去拼湊 破案拼圖 對 雨昕 解讀惡之心的人們這部韓劇 其實它描述的每個故事 都是真的社會事件 那這裡頭都圍繞在一個主角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叫犯罪冊寫師 我想先跟觀眾朋友解釋 什麼叫犯罪冊寫師 就是一般我們在辦刑案會有刑警 但刑警就是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然後看到現場是什麼激證 我就去找什麼樣的可能的罪犯 可是冊寫師不一樣 冊寫師就是類似那種偵探柯男 他會根據現場所有的激證來研判 這個犯罪者他可能的年紀 他可能的背景 他可能的學歷跟人格特質 好 那在這個解讀二字星的人們 他所描述的這位犯罪冊寫師 是真有其人 而且這個人 他在韓國史上是第一位冊寫師 好 那在這部戲裡面 不曉得看過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印象 其中在第三集的部分 有一個社會案件 是有一個五歲的小女童 她當時被人家拐騙走了之後 後來不幸產遭分屍 而這個案子也是今天我想跟觀眾朋友分享 因為它真的是在韓國史上發生的 而當時的犯罪冊寫師 也是韓國史上的第一位冊寫師 寫的第一份冊寫報告 OK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 這事情發生在2001年的5月10號 當時金姓小女童她才四歲 她和她的哥哥 還有她爸爸一起在首爾附近玩耍 然後就在她爸爸跟哥哥 稍微沒注意一下 小女孩就不見了 對 那小女孩不見之後 坦白講 那時候警察辦案完全陷入膠著 一點頭緒都沒有 因為這個案子 她牽連甚廣 而且造成社會動盪 所以首爾警察庭就直接 從上頭調來一個人 就是這一位韓國首席首位 犯罪冊寫師全日有 你知道當時 她就開始進入這個案子的時候 她就開始去分析所有的激震 我來跟大家一起進入 全老師當初調查的激震世界 首先在案子發射的九天之後 就有一位老婦人 她是做資源回收的 她就在案發的現場 我剛才說是在首爾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好 九天後發現怎麼有一些 那個看起來怪怪的資源回收 那些後背包沒有人要丟 就把它捲起來 一發現裡頭袋子裡面 這個後背包袋裡頭 竟然裝著小女孩的屍塊 就是很明顯被分屍 而且還有兩層塑膠袋包裹著 好 這個當時全日有就去現場 刑警看到了就說 小女孩很不信 應該可能就是她 而且很可能就是遇害了 警察看到就是這個 他們就很義憤甜意的要抓人 他們認為小女孩的爸爸 一定有得罪人什麼 她的想法就不一樣 她的想法就不一樣 她在想什麼 等一下她會一個一個把 她的想法從報告裡面寫出來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後來隔了11天之後 案發後的11天 又有更驚人的發現了 因為有一個旅館的打掃清潔員 發現有個客人走了退房之後 去清掃她的房間 馬桶竟然被異物阻塞 結果一看竟然是塑膠袋 又是兩層 又是兩層 包著一個小女孩的臀部 衝不下去 旅車的老闆嚇 馬上報警 好 藉由這兩個事情 來 各位 小女孩看樣子是遇害了 對 那這個事情 又因為太過殘忍與聳動 韓國媒體就大量的報導了 就講說現在的 韓國資產很差 那韓國警察判案陷入焦灼 情還是財還是仇 然後甚至這時候就有 自以為自己是很瞭嘴 犯這些心理學的那些 媒體人也好 記者也好 或者是退休的警官也好 就出來開始講話 他們就說 這個犯罪者一定是個變態 或者說這個犯罪者很可能 是一個高學歷者 想要來炫耀他犯案的技巧 讓大家抓不到 大家都在猜 那也有人在講說 他可能是什麼 對女性懷有仇恨 全日勇 他後來所做出的報告 跟大家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來 首先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這裡頭被包裹的 幾些我們講的小女孩的遺體 都是兩層塑膠袋對不對 好 他就覺得 這兩層塑膠袋透露著什麼 各位 我跟妳講 這真的犯罪者是好厲害 你知道有一種行業 他在包冷凍的東西的時候 都會用兩層塑膠袋 什麼行業 就是冷凍業 海鮮業 鯊魚的 鯊肉的 冷凍肉品 冷凍海鮮 會用兩層海鮮 所以他大膽的假設 他說這個嫌犯應該有過 海鮮店冷凍食品的工作經驗 犯罪側嫌是推出來了 不是 你告訴我 現場哪一個警察 會馬上看到兩層塑膠袋 然後聯想到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不容易 不容易 好 還沒 因為他們當時到這個旅館 我剛才說這個旅館 算是第二個犯罪現場 因為有旅館的人看到那個遺體 把它沖到馬桶 然後退房的人就跑了 他就去看那個歹徒 住過的那個旅館房間 發現 難道人 你退房 你會把棉被折好嗎 不太會 把床單鋪好嗎 他把棉被折好 床單鋪好 然後他就把那個床掀起來 他突然有一種預感 就把他掀起來 一看 下面竟然有小女孩的衣服 那看得出來歹徒等於就是 要把他給滅積囉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小女孩的衣服 如果你要丟掉 要滅積的話 要滅陣的話 他竟然就把他折得好好的 每個扣子都扣得好好的 拉力也拉上 怎麼有點強迫症的感覺 對 那還沒喔 然後他又覺得這個人 因為當時那遺體 一定會有一些很斷面 他發現那一斷面技巧很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他又還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案發的地點 你要曉得小女孩會被擄走 擄走會不會可能會尖叫 當然會啊 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如果歹徒敢在這裡犯案的話 那很可能犯案的人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就住在這附近 那縱冠所述還有一個 這個我真的覺得厲害了 犯案的時間傍晚六點多 然後隔天七點多 因為根據解剖鑑定 發現這隔天七點多遇害 那我問各位 晚上六點多犯案 隔天七點多 早上七點多遇害 這段期間產遭殺害 再加上分屍 那這個人 他晚上不用工作啊 對不對 那他白天下班也來不及啊 對 代表這個人可能失業 或是他的工作 是屬於輪班性質的 這些刑警一聽就說 真的還假的 全老師你說的是真的假的 好像我們看的柯南喔 對 他就寫報告了 你知道這份報告有多重要 因為是韓國史上第一份 犯罪的車子解釋的報告 而且根據這份報告 警察要根據這個報告的特徵 去抓人 對 所以這份報告要是寫錯了怎麼辦 我們來看報告內容 來 兇嫌愛好整潔的獨居男性 為何愛好整潔 衣服折得乾乾淨淨的 小女孩衣服折得乾乾淨淨 扣子扣上 拉鍊拉上 對不對 退房還把棉被折上 然後為何說他是獨居 因為他認為會對年輕的小女孩下手 一定是屬於就是個性內向 對女性帶有仇視 可能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在女性方面比較沒那麼受歡迎 所以他認為獨居 好 再來 兇嫌年齡介於35至40歲 差不多因為大概反社會人格 會出現在這個年紀 第三 學歷約為國中初學 或國中畢業 這個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判斷的 他可能覺得 犯案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還是留有不少 比方說他退房的時候 那不是你擺明會讓打掃的人知道嗎 你都沒沖好 都沒沖掉 所以他認為他其實也不是什麼 高知識分子炫耀型犯案 他擺明還是常常出現一書 有過海鮮冷凍食品工作經驗 剛才說過了 雙眼可能是自營走或鋼絲業 因為他犯案的時間 讓人家覺得下班也不是 上班也不用 結果還有一個關鍵我剛才說了 他嫌犯可能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就在犯案的現場附近 居住在那對不對 真的嗎 好 結果他們就姑且一試 全部槓規 他們在犯案現場附近 找獨居 而且年齡在這個期間 而且還必須要有性侵害 因為我剛才想對女性有仇事 可能有性侵害的這樣的前科 還有性侵害前科的人 還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這個小女孩的遺體 她的背上有被冷凍冰箱壓過的痕跡 有那個壓痕 可見遺體當時一定存在冷凍庫裡頭 有那個壓痕 所以他們還去找了同樣比對出 同型號的冷凍庫 全部在這些我剛才講的 而且…都必須承認條件下 全部槓規 原來當時他們根據的名單 是根據他們首爾警察庭傳來 具有性侵害前科的人 所以才會篩選出剛剛那樣的條件 結果首爾警察庭說 抱歉 我們2021年代 電腦比較落伍 所以具有性侵犯前科的資料 沒有及時更新 還有四個人沒給你們在總局呢 警察馬上殺到總局 把那四個名單調出來 過濾同時獨居 同時具有冷凍冰箱 可能從事冷凍業的人 這些條件之後 在一個橋旁邊 一個非常偏僻的一個小房子 之所以當時搜查會漏掉 是因為那個小房子的門太小了 看起來像窗戶 忽略了 對 結果當時走到那 全日有跟所有偵辦警察講 你們在外面守著 歹徒隨時可能會回來 我跟另外一個 就是他們的隊長一起進去 一進去 全日有眼就說 一定就是這 這麼有自信 歹徒就是他 你知道為什麼 全日有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全日有一進去就看到 一個冷凍庫放在那 冷凍庫型號相符 第二 整個家裡面 雖然破舊破爛 一瓶如洗 但是所有僅存的東西 都放得好好的 他推測出來的 對 然後第三呢 就是他發現這個冷凍庫 他一打開 裡面竟然有一個小女孩的背包 裡面還有一個小女孩的髮夾 那很明顯了 結果後來歹徒落網了 歹徒是他 叫崔仁國 就是這一位 他後來被判死刑 不過他上訴誰 崔又變無期徒刑 關到現在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到底崔仁國 他所有的背景 有沒有跟當時 全日有所分析的完全吻合 你才省 對 各位 崔仁國40歲 崔仁國獨居 崔仁國愛好整潔 因為他人際關係很差獨居 所以他很孤僻 所以他什麼東西都自己來 所以他愛好整潔 再來他只有國中畢業 他做過海鮮店冷凍食品的工作 然後他剛失業 還有一個就是他因為 左手兩隻手指斷掉 身體有殘缺 所以他從小就是 比較個性內向 然後交女朋友比較不順利 而且他也有曾經性侵女童的前科 就在這案子之前兩年 而且他才剛坐牢出來沒多久 完畢之後媒體服了 媒體說我們預測什麼 高犯罪 高知識犯罪 還是變態什麼 都不是 這個犯罪徹寫師 後來成為了韓國真破刑案 非常重要的一個職務 大家等了好久的華燈出事 終於出來了 到底誰是殺人兇手呢 大家已經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這燈紅酒綠下 命案的真相出來了 可是那是劇 今天學偉哥要來帶我們看 這是真實案件的發生 曾經在台北有一批二郎 連續殺人 他鎖定的也是酒店小姐 其實在1988年 10月13號那一天的凌晨 兩點多的時候 竟然在京華女宗 就是那個新城南路旁邊的 京華街有沒有 大馬路上竟然躺著 一具裸絲在那邊 真的是警方在對於這種命案 有沒有現場的話 馬上起起封鎖線 可是你知道嗎 竟然檢警在現場進行香驗 所以你看天一亮之後 很多人要上學上班對不對 而且旁邊還有一個女宗 很多人經過那邊說 竟然躺在那些人 躺在那裡在那裡 你知道嗎 那個馬路上頓時一堆人 在那邊尖叫你知道嗎 很害怕 那真的很恐怖 可是這件案子發生之後 還不只這樣 為什麼 這起案件已經是台北市境內 台北市內的話 一個月裡面連續第三起的 那個殺人氣勢案 很密集 對 而且你看上一起的話 就是在同一年 就是前一個月的那個 10月15號對不對 一名何姓女子被殺害之後 也是一樣 她起司在哪裡 德惠街 德惠街那邊也是很熱鬧的地方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之前就是同這個月 兩個禮拜之前 一個李姓女子被殺害之後是什麼 被起司在哪裡 民生東路 所以說在這大馬路上 公然就把那個屍體丟在那邊 這是不是在挑戰公權力 對 對警方來講的話是不是很誇張 很囂張 那個時候輿論整個炸鍋了 你整個台北市守山之區 而且是三起案件 相距不到5公里 那時候民間 那女生就流傳一句話對不對 老公愛護 孩子愛護 自己的生命又比較愛護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人 就是因為這個案子的話 嚇都嚇死了對不對 好 那一個月之內 三起這種殺人氣勢案的話 警方當然不能夠做事不管 而且你知道專案小組組了之後 就把這個兇手 列為一個名字叫做台北之狼 為什麼他們會認定說 是一個人犯案你知道嗎 好 你們現在 從這三句命案裡面發現 這些被害者 他穿著都是光鮮亮麗 而且都長得滿漂亮 有化妝對不對 而且那個通常被發現的 都是在半夜三星 更誇張的是他體內都有酒精反應 那這是不是有一些共通點 對不對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犯案手法是幾乎一模一樣 就怎樣 性侵之後把他勒閉 勒閉之後劫財 脫光衣服之後再馬路上棄屍 三個死者都是一樣的狀況 對 手法一模一樣對不對 那最後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一定是同一個人 或同一個團夥 就是犯罪集團做的案子 那這個人家就把它 定為台北之狼 就開始在積極追查 那可是他們後來怎麼辦 開始密集室的去搜查 這些案子之後發現說 根據他的募集者或者他朋友的公訴之後 三個人 三個死者又同樣一個共同特點 就是他們最後的行蹤 都是搭上計程車 都是一坐上計程車 對 從此就音訊全無 所以他們講說 計程車司機是犯案的機率很高 所以就開始清查 好 那個時候中山分局的 那個刑事組的副組長 叫做葉海瑞有沒有 有一天就去朋友那邊泡茶 泡茶的對象是一個酒店業者 他們就好幾個人就突然間 其中有一個人就講說 他酒店裡面又有一個小姐 就是好幾天已經沒來上班了 後來就拿了那個 三個死者的照片給他 一看之後就這位這位 就是其中一個 對 那就開始有眉目了對不對 更誇張的是 這個酒店業者 他平常還有一個好習慣 他送酒店小姐坐上計程車之後 他會順手把車號抄下來 抄下來之後 如果這個小姐平安回來對不對 那這個號碼就丟掉 那個剛好這個女的 就是因為都從此不見了 音訊全無之後 他竟然把計程車的 車牌號碼留下來 那個是不是重大突破 你看 076 0820 關鍵密碼 對 那個時候的車牌號碼 是這樣的 很長 一查之後發現說 他是一個張姓司機所有 後來那個計程車司機 沒有… 我這個車牌 在一個多月前就已經被偷走了 被偷走了那怎麼辦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從他身邊查 一查之後這個張姓計程車司機 他有一個26歲的兒子 這個兒子叫張正義 那時候沒有失業之外 常常整天在外面下落下 後來從那交友情況後發現說 他特別喜歡去棄酒店 而且現在去舞廳 對 是不是又慢慢… 更進一步把他連結起來之後 好 那就開始說 你既然喜歡到酒店 喜歡到某些特定酒店 那我就派便衣刑警 去那個酒店門口去圍你對不對 去燈衣 果然有一天在那個酒家裡面 就倒到一台 一台計程車 這是計程車 就叫藍色伏特天王星 對 而且這個是上面 這不是真的計程車 它上面那個燈 是自己加裝的你知道嗎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還弄了一個那個里程表在裡面 就假裝成計程車司 計程車 好 那果然把他抓住之後 帶回去分局訢問之後 這個張正義的阿莎里 他進去之後就坦承說 直接坦承喔 他就直接講 他為什麼要殺人 他說缺錢 沒錢用 為什麼要找這些酒店 或者是那個舞廳小姐 他就說其實這些小姐 因為都喝了酒 下班的時候 有時候意識模糊 或者那個精神不大好 那比較容易下手 他還特別鎖定這些人 而且你知道嗎 他酒店小姐上來之後 他就會開開開 開到人少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車子好像有問題 我下去查看一下 他其實下去要幹嘛 從後車廂拿起他 玉藏的尼龍繩跟尖刀 一進來之後 就開始強迫那個女生 就在車上 就給人家強暴 洗劫財物之後 再開到沒有人的地方 把他氣死這樣 你知道嗎 這個張正義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在映訓的時候 記者在拍他照片的時候 他還一臉那種鬼笑你知道嗎 還笑得出來 他在陳述這些案情的時候 他就在園警就講說 他好像還露出那種得意的笑容 好像美術 好像我扮成案件很厲害這樣 最後他又講了一個 更進爆的事情 他說除了這三起命案之外 他在這個更早之前 一年多以前 還犯了其他三名女子的殺害 殲殺案 所以他殺的不只這三個 生非六條命 所以他總共犯了 背了六條人命你知道嗎 後來2011年 那個死刑定驗之後 八天就把他偷去刑場給斃了 三個世衛 三個世衛 感谢观看